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弟兄姊妹很棒 我们今天来读 路加福音第8章 耶稣讲的撒种的比喻 今天我们要读第4节到15节 第4节我们一起来读 当许多人聚集 又有人从各层来出来 见耶稣的时候 耶稣就比喻 有一个撒种的出去 撒种撒的时候 落在路旁的被人解踏 千少的飞鸟又来吃尽 有落在寒石上的 一出来就枯干了 因为得不长之路 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 把它挤住了 又有落在豪土里的生长起来 就结实百倍 耶稣说了这话 就大声说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地 门徒问耶稣说 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神果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 至于别人就用比喻 叫他们看也看不见 听也听不明 这比喻乃是这样的重置 就是神的道 那些在路旁的 就是人听的道 随后魔鬼来 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 恐怕他们信了得救 那些在寒石上的人 就是人听道 欢喜领受 但心中没有跟 不过暂时相信 即自遇见 即自遇见 就背后了 那落在荆棘里的 就是人听的道 走开以后 被今生的私利 钱财的燕热挤住了 便结不出成熟的子力了 那落在豪土里的 就是人听的道 那弟兄姐妹 这个比喻 我们也是耳熟能详 这是种子 种子就是神的道 那当然 其实就是指着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了 那这是无庸置语 种子是非常非常要紧的 而且这个种子 在别的福音书里面讲到 这种子会产生百倍的收神 有百倍的六十倍的三十倍的神迹 那今天我们 我们确认说到这个田地 那田地 当然是泥巴 看起来不是重要 可是你知道种子呢 非得种在田里面 要不然它就不能够成长 所以这是非常要紧的 那这个田地 而且田地的状况 也会左右种子的生产力 那同样的种子就有四种青田 那你知道 若在路旁的 若在荆棘里面的 若在土浅石头地的 都不能够结果的 那只有一种就是 落在豪土里面 才能够结出子力 结出子力 即便都是豪土 田地公姐妹 也会有一百倍 六十倍 三十倍的分别 所以田地公姐妹 很重要 豪土是不是 就是一个 对神来讲 是一个关键 同样的神的道 同样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 可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就是不一样 在有些人身上 是毫无作用的 就像路旁的地一样 是很坚硬 是没有 或者是土浅石头地 可能一下子很喜欢 可是六根一下就没有了 也有是被荆棘挤住 又就长不起了 所以田地公姐妹 成为一个豪土是多么的重要 那到底谁是豪土呢 那这边告诉我们说 豪土就是 不但是欢喜 也是领受 而且 而且是 并且持守 持守 持守在 在那个 在 成熟善良的心里面 就能听得到 持守在 成熟善良的心里面 而且忍耐的解释 忍耐的解释 那田地公姐妹 我们就 看见 这是 有一个 工作在我们身上 我们才可能 变成 变成 豪土 所以田地公姐妹很重要 那我们 我们 怎样 这边告诉我们说 要持守 就是 所听得到要持守 持守在 善良的心 就是 用一个正面的心 来 回应 上帝的 上帝的话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听了没有 回应 没有好的反应 因为 我们并没有用一个 真诚的心 来领受他 那这边还 告诉我们说 必须要忍耐的解释 所以每一天你都需要 忍耐就讲到 每一天你都需要做一些 好像看起来不是非常有效果的东西 可是你必须要不断不断的努力的做 那譬如说读圣经 你祷告 那这些东西 看起来 好像不会马上有效果 可是 这就是忍耐的功夫 那我们怎么样 对于上帝的话 我们会有一个正面的反应 这也是显明了 我们的心 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心填 好的心填 那 上个礼拜天 我们讲到冒险之旅 那其实就是冒险 冒什么险的 就是神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那这样做 有可能 可能会 可能是不会有什么结果 或者是 不会有 你期待的事情发生 让丢解你 可是神这样说 你敢不敢这样做呢 那我们看见 神对亚伯拉尔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 父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 到了希伯拉书告诉我们说 他出去的时候 还不知道往哪里去 可是他信而顺服 以至于他的一辈子 就经历了上帝 极大的恩典跟祝福 那神对彼得 耶稣对彼得说 你下完大鱼 彼得对耶稣讲说 他说 这个好像不make sense 就是不断对 对 打鱼都是半夜的时候打的 那因为鱼只有半夜的时候 鱼才会上来 那在白天的时候 太阳一照 那鱼马上就沉到 这个湖底 海底面 你根本就打不上来 那弟兄姐妹 可是彼得 他就对耶稣说 但依从你的话 我就下网打鱼 弟兄姐妹 这可能 可能 可能是 会一无所获 但是弟兄姐妹 当他愿意 刚好洗完了 洗好的 又再撒下去 弟兄姐妹 看见 他就是 但顺从你的话 弟兄姐妹看见 这样子 就是 一个冒险的 一个行动 我们就看见 上帝 就在他生命里面 成就的回答 一往下去 弟兄姐妹 五个神迹 五个神迹 使得他 他激励了一件 他最后他看见 两船的鱼 鱼 多到一个地步 这个船 却没有沉下去 网子 网满的鱼 网子 却没有破掉 那弟兄姐妹 最大的神迹是 当彼得看见 这两船的 满满的 都是鱼 他跪下 在耶稣面前说 主啊 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就当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最后彼得成为 德人的 如同德语的遗夫 他真的 他的一辈子 他成为一个好主 结果 他就有百倍的人生 所以弟兄姐妹 感谢主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只要 服在神的面前 我们 当我们听见的道 我们的反应是什么 上帝对我们说了什么 弟兄姐妹 我们对神的话 反应 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反应 就决定了 我们的心田的状况 所以弟兄姐妹 感谢主 我相信 我们都是好主 每一个礼拜 既然来了 我们就好好的来领受 上帝的话 并且照着 上帝所给我们的话 我们就是 认真的去做 以至于 我们就可以 天天来经历 上帝为他的奇妙的作为 在你的身上 上帝赐福给你 与你同在 感谢主 每一天 都有上帝 美好的计划 在你的身上 不要忘记 今天晚上 我们有 领袖之业 所有的牧羊的同工 无论是小组长 区长 还有我们的 我们的核心同工 我都鼓励你 一定要来参加 你知道 你就是成为 顺命的人 你就会成为一个好土 上帝要在你生命里面 让你能够经历 百变的人生 主与你同在 阿们